这里优质的牧场养育了优质的羊群 那是咱们河南县的乌兰羊地好的羊 这个最重的有300多羊 这里特色的牦牛品种是草原人民的骄傲 这是我们全县牦牛的地形 这里不仅保留着最传统的牧民生活 也能制作出国际化的手工艺品 这是当地存天然的存手工的羊毛 然后赶的簪子 还挺有设计感的 敬请收看今天的生才有道 大家好 我是何雨清 看我后面这个大片的羊群 还有大片的草场 我现在是在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河渠草原上 你看我现在这片羊正在赶去一个地方 这儿马上就要有一个剪羊毛的这么一个比赛活动 我们马上去看一看吧 河渠草原位于青藏高原东部 所在地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拥有将近上千万亩的草场 草质优良 水源丰富 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最大的财富就是自家的羊群 每到八月份左右热闹的剪羊毛活动几乎每天都有 光是看着蒙古族小伙子们抓羊就已经非常过瘾了 抓腿啊 太厉害了你 这我都抓不住 这是小的 动作极其敏捷 你看到我刚才钦佩这边 好了 你抓一下 这羊真的特别有劲 这羊有100斤 差不多有100斤 100斤的羊 这是小的 拉不住 这羊动作其实还挺敏捷的 你看它们猫腰筋体 然后一下就抄住那个后腿 我说这不行 这还是高原 我已经有点气喘了 河举草原平均海拔3800米左右 正常的走路没有问题 可是要进行抓羊这种剧烈活动 还是要适应一下的 更何况这种羊性格倔强 而且体型很大 真不是一般人能轻松抓到的 就这个羊 耳朵上又不是打了 黄色的标 黄色的标 那是咱们河南县的欧拉羊最好的羊 而且咱们这个羊体型好大 好大 最重的有300多斤 最重有300多斤 你看耳朵还好倔强 好大 抓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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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不一个 这都是中国羊 欧拉羊是河举草原上的一个特色品种 毛肉两用 每年七八月都是集中减羊毛的时候 因为欧拉羊体型太大 减羊毛的时候还要特别处理一下 他们这边很好玩 就剪羊毛是吧 几只羊捆在一起 这谁也别想跑 然后捆在一起再剪羊毛 把这只拖过来了 真的很沉 300多斤 刚才拖动的时候特别费劲 刚开始要剪的是最大的 最大的捡完的时候 那小的就很容易 你看 把这几只捆在一起 他们还把这四个人把这个 顶在一起 这个身子要拉断 绳子是牛皮的 牛皮的 你这太太的话 他四个人 四只 还有一个 在草原上 一家捡羊毛 全村都来帮忙 所以互相比赛一下 只是为了增加劳动的趣味性 不过 这种欧拉羊的羊毛 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我能试一下吗 你教我怎么捡 钢钢的小 钢的小 从哪开始捡 从这开始捡 这只能捡短的了 是不是 这一块可以捡 你别动 我还捡到它 这毛好厚 这毛很厚 你看 一般这种羊毛 咱们拿去是做 就是卖到别的地方 是做衣服还是什么 蒙古包上面那个粘 蒙古包上面那个粘子 也是羊毛的 就这个做的 这个品种的羊毛 是不是也算比较好 好 保暖性比较好 保暖性比较好 厚厚的 而特别硬 欧拉羊的羊毛 最大的特点就是 分量重 硬度高 很有韧性 家家户户的蒙古包上 都是用羊毛来做粘子 羊毛在这里 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生活物资 光是出售羊毛 也给当地牧民 带来了不少的收入 大哥这是多少只羊的 那这什么只羊 100多只羊 100多只羊 剪出这么多 100多只羊 看看啊 我这 你看 我看 这是他们自己帮的 弄不起来 这是多少斤 不到100斤 不到100斤 好沉呢 将军这个羊毛 现在卖多少钱一斤 4块多 4块多钱一斤 今天一天能剪出多少斤 不到200斤 不到200斤 还有那么多的 甚至那么多的 只是今天剪不到200斤 当地蒙古族同胞 说起草原总是充满感情 真的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保护着这片草原 因为他们知道 优良的环境 才是牧民们 赖以生存的基础 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你要是去菜市场买个菜的话 是没有塑料袋的 他们都用什么呢 全部是用这种 无纺布的袋子 据说这种规定 在这里已经实施了很多年了 这里是全县范围内 杜绝白色垃圾的 由此可见 当地人对这个环保的意识 是非常的强 我们这两天在这里 也能感觉得到 不管是县城里 还是草原上 你其实很难发现垃圾 当地人正是因为 有这种环保的意识 让这里拥有了 很好的生态环境 而这种很好的生态环境 给当地的百姓 带来了效益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国土面积 七千多平方公里 已经全部认证为 有机木叶的生产基地 这种草场养出的羊 味道自然是非常好的 牧民家里新鲜宰杀的羊 根本不需要复杂的制作工序 只要放入锅里 撒把盐煮一下 半小时就能吃了 哇 羊肉出炉了 好香 看着 这就是咱们当地的 这个欧拉羊是不是 哦 他们给我切的这块 说是胸部的那个肉 是最嫩的是不是 招待客人的 这个最好吃 好吃 刚才你给我切这块 还有点点肥肉 这样一点都不腻 这个肥肉 那有点肥肉 但很好吃 一点羊肉的沙味都没有 没有 就是因为新鲜 是不是 而且吃的这个 就是咱们当地草原上的草 我们这长得 一根草也是说是药草 药草 有一些还是药草 是不是草原上的 就是羊吃了药草 然后我们再吃这个羊肉 这是有机产品吗 有机产品 太香了 真的很香 而且就是 席地而坐的那个感觉 感受当地人最原始的那种生活状态 真的太爽了 优质的羊肉 让这里的欧拉羊远近闻名 在当地的畜牧交易市场 每天都有各地的客商 前来购买欧拉羊 牧民们也因此收获了不小的财富 这现在的羊的价格怎么样 一只羊多少钱 一只羊多少钱 但是在这边 一只羊1,100到2,100左右 1,100到1,200左右 它今天早上买的 记者那些是1,400买的 1,400买的 现在的话一年的话 卖这个羊收入能当多少 一年有六七万 六七万的收入 那很厉害了 在河区草原上 牧民们最大的财富 就是来自于畜牧 除了欧拉羊之外 这里的雪多牦牛 也是有相当的特色 长崖大哥 我看你们这个牛 有一只真的体型特别的大 你看就整个这个牛群 它就比别人高出一块来 这个牛是你们这儿的 这个最大的牛 肿牛吗 就是了 这是我们新年四岁的时候 我们全线牧牛比赛的第一名 他四岁的时候 拿了全线牧牛比赛的第一名 像这么大一头牛的话 这得有多少斤这头牛 这是八百公斤 八百公斤 那就是一千六百斤 对 雪多牧牛最大的特点 就是体型大 其他品种的牧牛 一岁的时候 也不过五十公斤到七十公斤 可是雪多牧牛一岁的时候 就能长到一百公斤以上 最大的可以达到一百八十公斤 因此雪多牧牛的经济价值 也是很大 其他牛是一岁的牛 两千多两千五 我们一岁的牛 最小的三千高一点 最好的是一万 因为雪多牧牛品种优良 所以西北地区很多畜牧场 都从这里引进肿牛 农户家里的牧牛都不愁销路 养殖牧牛 一般家庭年收入至少在十几万以上 大大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除了出售肿牛 牧牛奶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每天清晨 挤牛奶是草原上女人们 一项重要的工作 为了防止牛群受到惊吓 家毛大姐特地拿出了 自己的长袍给记者穿上 这小牛还在吃奶呢 就是刚开始吃 没几十 没几千必须要吃牛 没几之前先要让小牛吃 然后吃完之后 吃完之后再拉开 我们再去挤奶 要从侧面走吧 就靠近它的话 这个毛太长了都挡住 在这 我手是不是太凉了 就往下挤是不是 挤出来了 挤出来了 有吗 热乎乎的 新鲜的毛牛奶 新鲜的毛牛奶 就是草原人的早餐 直接煮上十几分钟 就香气四溢 整个蒙古包里 都弥漫着香甜的奶味 几分钟马上上面就一层奶瓶 说明真的是油很大 油性很大 特别浓 我本来还以为会有一点点那个山味 但一点山味都没有 特别的香 就是 而且进了口之后 稍微有点 就是粘的那种 就是真的是感觉奶特别浓 好 江毛大姐说 她家一天能采二十斤的毛牛奶 按照现在的毛牛奶价格 一斤五元到六元计算 每天都有一百多元的收入 除此之外 这里的牧民家家户户还依靠牛奶 加工成农副产品销售 这也是牧民们重要的收入之一 是什么东西 苏油 这么一大 这么一大块 这是已经成型的苏油是不是 就是就是 哇好硬啊 这么一大块苏油 现在就是苏油现在价格怎么样 卖多少钱 新鲜的苏油是四十多 四十多块钱一斤 一斤 那这么一大块这有多少斤 一百四五十斤 一百四五十斤啊 这一块 我看这边还晒着的这个是奶酪吗 这是奶酪 奶酪 这今天弄的奶酪 这今天刚弄的 还没干呢 能挖得出来还有点湿呢 这个湿晒好的 这是晒好的 这颜色明显就比那个要黄多了 这已经干了 这已经干了 能直接能吃了 吃可以吃 吃一个 好硬啊 蛋白质含量高 好硬啊 特别 特别脆 没有我想的那么甜 没有什么甜味 就是还是有点酸的 但是奶味非常的浓 真好吃 奶酪现在是 怎么一个 一斤十四块多 一斤十四块多 那就是现在其实牧民家里面 牛羊只是一部分的收入了 其实很多都是这种农副产品的收入 也很多 在草原上 牛羊就是牧民最大的财富 在每天的放牧劳动中 聪明的牧民们 还有很多专用的工具 极具草原特色 刚才在他们的这个蒙武包里 我发现一个好玩的东西 可以让你们猜在这到底是干嘛的 看着特别像鞭子 然后这有这么一个皮子的吧 这个是 对这么一个形状的东西 您觉得像是干嘛的 这是羊皮的 羊皮的是吧 这是我们的羊皮的 牛皮的 牛皮的 这这就是牛皮的 这到底是干嘛的 放牛放羊的 放牛放羊的 是鞭子用吗 当鞭子用 不是鞭子 那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使这个东西 就这样的 来来 你给我打一个 给我 这怎么用的 你中间放一块石头是吗 是对的 就这样的 这边打的 然后呢 我也是 哇 还有十一本以上 好远的 那石头扔的 你们扔这个石头是赶牛用 就是赶牛用 赶牛用 这是比如说 牛在那边 牛在那边 就是我跟不上吧 可以说是大方向的 就是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赶到这边吧 你想赶到这边 然后就要打他的 把他往 边上就 打边上 然后他往这边跑了 能打得那么准 想打哪边打哪边 准得很 好厉害 真的 据说当地放牛的高手 用这个抛石头 最远可以扔出300米以外 夹在这 夹在这 拿另外一个手指的夹上 就感觉我那个没有什么劲 所以甩的不够远 这个扔了 这个扔出去了 太玩了 但是你们真的能分清方向 打得准 是不是 他们可以做 就是你们想打牛屁股 就打牛屁股 想打牛头 打牛头 太厉害了 其实像这种传统的蒙古族生活技能 在河渠草原 目前保留的非常完整 而且为了把这些蒙古族文化传承下去 当地人也是做出了很多努力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海生大姐 她有一个特别特殊的身份 让她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 我是腾格里俄籍文集协会的一个成员 腾格里俄籍协会 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什么协会 这是一个腾格里就是长生天的意思 俄籍就是母亲的意思 那是母亲的协会 都是妈妈们组成的 都是妈妈们组成的 那我们都做些什么呀 我们这个妈妈们是 为了我们这个 把自己的民族的这种传统文化保留下去 那像你们这种大会的这种感觉的 是不是每年都要举办 像我们俄籍协会 每年到这个时候都要举办一次 就是把我们的这种传统东西拿出来 让下一代来传承下去 对对对 不让下一代忘记我们这种文化 现在我们不让它六世 每年这个时候要展示出来 腾格里俄籍协会 为了将蒙古族文化保留传承下去 每年都会在草原上举办活动 最原始的纺织技艺 手工制作奶制品 还有游牧民族最基本的生活技能 在这里全部可以看到 这是咱们的 就像当咱们的吹粉制式 这是在烧火做饭 这是个羊皮吗 这是羊皮 羊皮做的一个 山羊皮做的 山羊皮做的 古风鸡是不是 古风鸡的样子 对对对 这是怎么弄起来的 我能试试吗 可以可以 就是先鼓起来 然后再往下压 鼓起来往下压 我试一下 鼓起来往下压 真的能感觉出来 风的那个劲儿 吹风鸡 是这意思吧 是这意思 像这种东西 我们现在真的还在用 还是我们只是展示 不是展示 现在用 像我们出去旅游 都带这个东西 你看不是个带子吧 对 里面把牛粪捡上去 倒到那里 马上就点着了 就是平常的时候 这里面是装牛粪 带着走 对对对 然后到了地方之后 把牛粪放在炉子里 然后直接就变古风鸡了 古风鸡的 方便不方便 方便方便 就是我们这些 有物民族这么多年 积累的这种经验 对吧 传统经验 对 其实当地蒙古族文化的传承 不光是体现在生活上 现在的草原人 还让传统手工艺品 发挥了更大的价值 这些牧民喊着耗子 不停滚动着的 就是在制作传统的羊毛毡 将羊毛一层层铺开 洒上水 卷起来 反复揉压 大概需要一个上午 才能制作完成 你这样数到多少下 第一次是一千个 第一次 那要做几次 第二次我们那个 身子去出来 再做一千个 先做一千个 就先这样一千次 然后把那个打开 重新再包上 包紧 再一千次 然后再打开 然后里面再包进来 第三次 那就是两千三百个 对 才能把这个毡子做好 对 那这个毡子应该是 价钱不低吧 不低 要多少钱 比如说我们这个 蒙古包的那个 全部的毡子做出来 一万多 一个蒙古包 上面整个连顶子 在下面四周围的 要一万多块钱 对对对 在草原上 羊毛毡一般用在蒙古包上 这在草原 是最基本的生活用品 但是现在经过设计改良 羊毛毡摇身一变 已经走出草原 变成了高档家居产品 这边就全是羊毛毡 做的东西了 是不是 对 这些都是什么包 各种包 是 连这个花瓶都是羊毛毡做的 非常有这种民族特色的样子 是吧 对对对 这个是 这些是什么 是小饰品吗 小饰品 这是个项链 那是项链 我弄得很 还挺有设计感的 做的 是吧颜色还挺可爱的 像这个 我看这是一个 一套桌垫 加上这个杯子垫 锅垫的这个 这一套是多少钱 大概三百多 三百多左右吧 这一套 三件套是个三百多块钱 这个按照客人的喜欢 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花纹 嗯 花纹 再绣上去 可以绣 这些精美的手工艺品 全部都是由当地蒙古族妇女亲手制作 传统的民族风格 再结合现代家居服饰的实用性 吸引了很多顾客前来购买 我看你刚才买的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那个 就餐桌上的桌旗和桌垫 哦 桌旗 这个是桌垫 对对对 这就是羊毛毡的 对对对 是的 这是就当地存天然的存手工的羊毛 然后杆的簪子 嗯 非常的就是绿色环保的一个东西 我看你刚才在这没少挑是不是 对对对 觉得这东西怎么样 对非常好 对 放在家里面还是很有风格 很有特色的 制作这些手工艺品的 很多是当地平衡户家庭的妇女 忙完家务利用空闲时间来这里打工 每个月也有一两千元的收入 而这些极具民族特色的家居饰品 真的走出了国门 向世界展示着核取草原的魅力 我们的主要订单是哪里的 订单一般就全国各地 还有那个意大利 法国日本那些都有呢 哦 我们的货品还出口到外面去了 嗯 对 哦 那您咱们这一年的话 这个公司整个的效益怎么样 所以这两年效益好一点了 大概一百多万左右吧 一年利润能有一百多万啊 嗯 对 哇 太厉害了 就光卖这些 这看似不起眼的东西 但其实是因为手工艺品 它都自我有这种文化价值 所以很值钱 是不是 对对对 哦 原生态的优质牧场 再加上传统的蒙古族风情 河取草原 逐渐吸引了一些自驾游游客 前来游玩 索南多杰是本地人 大学毕业后就开办了这家 草原风情园 在他眼里 自己的家乡是最美的地方 这个我大学毕业之后回来 就我们县城周围有两家 但是他们离县城太近了 几乎是在县城里面 所以我就想着 在草堂上需要一个 温泽草香 然后喝着奶茶 就那种吹着味风那种淡淡的天津 要需要一种那种感觉给游客 然后就想到了这么一个 穆加勒 索南多杰从小生长在草原上 也希望来的游客 可以感受到草原的魅力 除了特色的蒙古族美食 来到这里还能观赏赛马 驯马 特别是来这里的小朋友 更是能体验到最传统的草原生活 好多小朋友已经准备好了 马上要进行这个抓羊的比赛 预备 准备好了吗 开始 快去 加油 再来 都是女汉子吗 咱们这经常有这种 什么小朋友抓羊的活动 这也不是经常 我专门为城里的孩子 了解一下草原的这种抓羊 这种的一个文化 然后就是专门周末组织一下 去这种抓羊比赛 凭借着特色蒙古族文化 索南多杰的蒙古族风情园 虽然才开业一年 但是生意非常红火 已经远近闻名 去年的收入就是 两个月18天 就有不到十万 就将近十万那样的 然后今年的话就特别好 烦了几倍 就前天刚好这个开业一个月 然后我算了一下 纯收入达到六万过一点 这样算下来 今年我打算开个三个月过一点 这样的话可能达到二十多万吧 优质的环境造就了美丽的河区草原 也养育了这里 生活了千百年的蒙古族百姓 虚种资源方面 这个欧拉羊已经有这个三十多万头只 还有这个牦牛呢 也是这个四十多万头只 这个虚产品的加工 以及这个突特产品的这个加工方面 也是每年的这个产值 也就达到了这个五个多亿 当地的牧民一直以来以畜牧为生 现在逐渐开始发展旅游产业 咱们河南县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方面 就打造了这么几个 一个是这个天堂河区 天河之难 天然牧场 天马古里 这个河区草原呢 可以说是亚洲一流的 青海最美的一个草原 来到河区草原呀 最吸引我的就是这里优美的风景 和最具原生态的蒙古族风景 试想一下 开着车在这个大草原上飞温 看到了风景优美的地方呢 就席地而坐 或者到了附近的牧民家里 去讨一碗奶茶喝呀 聊聊天 这一切都让人感觉到无比的放松 据说接下来啊 河区草原即将着力地打造这个旅游产业 真是让人非常的期待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生产有道 我是何雨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